各位听众们欢迎收听影华春秋 刚才那一节我们就说到 紧急逼杆这一套动作片 我找回资料了 原来这套紧急逼杆是去年第七十四届看城影展的 非竞赛片来的 其实它是放了一年 然后才在韩国和香港等地上画的 我觉得可能原因是因为 上年还是疫情一个很严峻的阶段的时候 因为那些气院很多时候关门 或者有营业上的限制 所以投资商你能放的 可能会放在一个气院事业比较兴旺的时间再上画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今年暑假韩国的动作片就这么厉害 其实今年看城都有一套叫Hunt的动作片 是参展的 那一套电影就是李静哉第一套执道的作品来的 我剪片一套了 因为近期有一些八婆新闻 不应该是娱乐新闻 就有讲一下李静哉 还有郑 我突然间忘记了我的名字 郑宇成 是郑宇成 是的 不知不断互相在宣传这一套片 因为他们两个是很不敌力的 所以就有这些新闻 原来就是这一套 那除了有一大堆电影会在暑假上画之外 如果你去Netflix 刚刚有一套新的韩国片叫救命卡特 就在Netflix上了架 那一套是18家的 是一套动作片来的 那一套电影的卖点就是说 它是一套伪一镜直落的动作片来的 伪一镜直落 你看了吗 我看了开头一点 那他又是讲病毒那些东西的 又是讲到有个人 就躺在那些酒店里 然后周围整个瘫血 然后整个人追杀他 然后他又跟南北韩一只神秘病毒有些关系的 由头打到尾的 那些人的评价就是说 我扔不住130分钟 我看到头晕 因为它一镜直落 接着这些动作场面什么都有 直升机啊 车啊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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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我觉得韩国人 他就是肯试看这些大胆的东西 就是… 去突破自己的境界 韓國人就是有一個野心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為什麼韓國這麼多動作 哪可以在康城探紙 其實某程度印證著 韓國的電影工業越來越成熟 其實還有它多樣化 其實一問韓國電影為什麼好像很厲害 無論它電視電影 它真的很多不同的東西會去試 而事實上有些試了出來是好看的 還可以說是令到大家都 其實韓國工業是因為它 其實那個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它是越做越出色 當然是 所有東西無論是演員、導演 他們都很想去試 就好像我們現在想說的那一套 就是分手的決心 其實就是撲贊玉導演的 說真的 由撲贊玉導演的戲 大家都會在想 是不是又是有拳頭魚 這個大膽的場面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次撲贊玉 是收起所有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你說它是不是不暴力 錯了 它是暴力的 不過它的暴力在骨子裡 而它的性感 就是它的叫做 叫做一些性慾的場面 它這次是會用另一些手法去表現的 所以你在文幕上 是不見到男女主角 肉白相見 或者一些很大膽的 叫做情色場面出現的 反而 它真的是這次一套 是用一個懸疑片包裝成為一套愛情片 我覺得這套戲最厲害的 是一件事 我散場出來之後 我是喜歡的 但是呢 我就沒有去到很愛 但是呢 那個魚韻是最強的 那個魚韻 你會在這裏想起這些東西 哇 原來是呀 有一些地方 原來是很 很有意境 很浪漫 不如這樣說 浪漫得來又很暴力 所以我就寫說溫柔與暴烈 因為其實它 它兩者是並結 就是兩者都有的 所以這套戲呢 我是完全是沒有想到 浦漫 有些人入場的時候 他們是帶著看這個 這個Old Boy 或者是一些以前浦漫 一些作品的 的心態入場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跟他們有落差 他們 所以這套戲好像說 在韓國開 最初呢 其實那個 評價或者是 票房都不是不好 但是當 大家可以進去看 然後在外面 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讚嘆這套戲 其實呢 這次浦漫 是用了另外一個手法 去表現 就是 我覺得它試著 另外一個很新的東西 而是成功了 我覺得浦漫 我覺得浦漫 我自己最喜歡浦漫 那個電影 是JSA安全地帶的 那套戲沒有枕頭 拳頭就有了 還有那套戲呢 一開始 頭三分一 其實都是在那裡 故弄完虛的 在那裡 講一個南北韓版門 的衝突 但是就 他好像在設定一個局 你是不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然後去到中間 就講一講 四個南北韓軍人之間的 那種情誼 去到最後 講回事實的真相出來 你看完之後 是抽心的 我是最喜歡這套戲的 相反來說 去到之後 浦漫一 復仇三部曲 就揚名世界 再跟著之後 玩蝙蝠 就是玩下女誘惑 我覺得他描寫 那個拳頭和枕頭 我覺得是 我覺得有點兒病態 我覺得是 去到我有些不消的是 下女誘惑 其實去到下女誘惑 他 我和Annes 那次一起看戲 我們都說了 其實我們不是很喜歡 他最後那一場 其實最後那場 他想說是主次 調轉了 就是那個性慾 以前初初是 那個女主人 去引誘下女的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看到 下女是採取主動 去 總之是採取主動 整個情慾 那個場面 但是我是覺得 我看得不舒服 其實我不太喜歡 其實 因為其實 阿破仔那場 下女誘惑 我無可否認 他真的 在商業上是很成功的 在外國 甚至有些人 神經病到說 他是有 史以來最好的韓片 第一 我是很不喜歡下女誘惑 因為其實很明顯 他就是向這個 《Boo is the Rooms Color》 借鏡 那時候他拍《Boo is the Rooms Color》 出來之後 那些人說很震驚 原來是有個男導演 這樣拍女童場面 我覺得阿破仔那樣 有樣學樣 但是他學得不好 之餘 其實他滿足自己的私慾 其實我覺得 他拍了一段故事 我又不覺得他真的非常好 就像哈瑪斯所說的 我本身也不是阿破仔那些粉絲 雖然 的確 他那些《復仇三報告》 尤其是歐波是很出名 但我覺得他最好 可能是最初的JSA JSA安全地帶 因為其實自從下女誘惑之後 我真的很討厭阿破仔那些 我覺得有點反感 所以他之前拍的 那套叫做《Stalker 》 是不是叫《私房客》 是 沒錯 是 私房客 其實我覺得他反而是拍得好的 所以那套電影收得 收得不太好 口碼好像賺硬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拍得好 那套電影 但是去到後來 說真的 藝術導演都要賺錢的 你不賺錢你走不走不走 他拍得這麼傷腰鏡 沒有口碼 但我真的很不喜歡 去到《分手的決心》 其實我本身已經忘記了他之前拍Oboy 暴力、色情等 我也盡量看看他會不會放下下女有罪的包袱 去處理這套電影 因為這套電影 他沒有這種聲音的場面 他特別找了湯衛去參演 大家以為湯衛會說韓文 因為他嫁了韓國人 原來他說他不懂的 他是 他不懂 但是他為了這套電影而去學 大家就很好奇 嘩 湯衛,破綻玉 懸疑片 那怎麼辦呢 大家就很期待 是很期待 這套電影 其實原來說 我不知道我看到一些新聞 鄭瑞景 因為其實兩個編劇 一個破綻玉 一個鄭瑞景 鄭瑞景好像是女人 他就說 為什麼角色設定是中國人 然後我忘記就破綻玉 還是鄭瑞景說 那就可以找湯衛演 因為原來湯衛在韓國 都很出名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記得 晚秋其實湯衛是拿了很多獎的 當年是 所以他就 其實很聰明 他找湯衛做 因為你看完這套電影 你會明白 湯衛那個氣質 老實地說 和大陸其他女影星的氣質 完全是截然不同 你隨便找一件照片 是做不到這個角色 甚至是破綻力強的景點 立即變成了色情片 但是湯衛完全令到 湯衛完全令到 湯衛完全令到這套電影 完全是升華了 他的演出 就是他和破可逸 應該這麼說 他和破可逸兩個很合格 尤其是 湯衛說其實他和破可逸 是第一次合作的 但是你會覺得這兩個演員 那個化學作用 是很強的 出來了那個感覺 不如這麼說 講回故事 其實故事很簡單 就是說破可逸事件的 警探張海進 就是一個很出名 一個很向父姓名的刑警 專門去破一些疑案 有一天接到一個案件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叫奇盜獸的人 在山上跌下來 在山上跌下來 攀石的時候跌下來 死狀有點奇怪 找他的老婆 即是湯衛飾演的宋瑞來問話 誰知道問話期間 張海進竟然對宋瑞來 有一些很奇異的感情 微妙的感情 發生了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因為我不想穿太多故事 這兩個人 很奇妙 第一個嫌疑犯 和一個刑警 就會有一些很奇妙的感情出現 發生了一些故事 其實故事的脈絡就是 就是這樣 一直流動過去 但是這套戲 奇妙 好看來就是 那個拍攝的手法 我發現原來有些人看不明白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會明白 我會明白 其實就是因為 其實阿波珊玉 他這次的故事 我覺得他那個架構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是用了 為雲記的極度 希致角那一套 他那個 前後的構思 就是 一件事其實有一體兩面 他就這樣去發展 雙半節和下半節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 但是我強調 因為阿波珊玉自己也說 他看過很多戲 可能有些戲會影響了他 你又不可以說沒有受過這些戲影響 但是他絕對不是 拿了別人那套戲的特色 或者是手法 就硬押在自己那裡 其實他是有 他是有自己再加以變化 我很喜歡 他說張海進 因為你要監視他疑犯 他就經常對監視有宋瑞來 但是其實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問了你們 其實你覺不覺得張海進 他第一眼已經是 對宋瑞來是有感覺的 就是由他一進來那一刻 也應該是 如果不是 怎麼會找這兩個演員做呢 是不是 而且很快已經告訴你 他對他有意思 首先就說 因為透過這個女人的舉動 就發現他很不尋常 然後就開始 就像想撞他 但是你發現 他對待他的 可以說是一個嫌疑犯 陌生人 他竟然對他 跟其他人完全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男人 本來一開始已經動了心了 是 還有我很喜歡他有一些鏡頭 其實吃壽司那裡是有 很有趣的 他拍那個位置 兩個人在吃高級壽司 在警署裏面 然後他們吃完就擦桌子 你覺不覺得兩個人很合拍 擦桌子的動作 他只是拍他走 只是拍桌子 然後拍張海忠吃完之後 搭搭搭 然後張海忠擦完 然後張海忠擦完 擦完之後 然後他們兩個就搭好一些 吃完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的 這件事是 一句對白都沒有 就是拍他們的手 但是你會感覺到 這兩個人 其實是很雜的 動作是很一致的 但是 其實兩個人是不懂的 幾特別 那種微妙的感情 和兩個人的關係 在這裡開始慢慢滲出來 張海忠他會去監視宋瑞來 他好像進入了宋瑞來的地方 在身邊 會聞到他的氣味 會感覺到他 他哭 他很不開心 其實他開始愛上了這個女人 透過監視更加愛這個女人 當然之後發生了一些事 令到張海忠崩潰了 但是這部電影著名的台詞 其實就是在這裡出現了 就是在最後出現了 但是其實他們的關係 切割就是在這一幕 開始有些逆轉了 就是調轉了那個 其實他一直說 張海忠是睡不到的 和他老婆的關係 其實都很冷淡 當然有人質疑 為什麼他老婆為什麼突然間最後是這樣 其實他裡面的人物 所謂李主任 其實如果你有留心看電影 開波他老婆已經有說這個人 他老婆是不斷 有時會跟他提起這個人 我們公司有一個李主任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混亂了 就會覺得為什麼突然間 彈那個人出來 其實兩夫妻的感情其實很冷淡 淡到已經去到一個禮行公司的階段 所以也可以合理化地說 為什麼張海忠對一宋瑞來 會有一個幻想 會有一個 會愛上這個女人 還有他們兩個之間 很多東西都很合適 其實他戲裡面 他不是經常環繞著山海經的 山和海 其實是 他不是有說過 其實他們兩個人都喜歡海的 宋瑞來和張海忠 兩個人都很喜歡海的 他們兩個人很多東西都很合適 其實還有他很多細節位置很有意思 就是前後呼應的 做到一樣東西 就是好像宋瑞來和張海俊 宋瑞來可以是不怕一些血腥的照片 可以和張海俊一起研究 甚至可以令張海俊睡得一場好覺 可以不用再這麼辛苦 慢慢慢慢這個女人就進去了她的世界 她的生活開始影響到她 當她以為所有事情都很美好 那時候就有一個 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一個驚人的發現 令到張海俊崩潰了 這個就是 我覺得其實 好戲的 上半節就在這裡停了 之後就下半節 上半節 那個死者 奇道獸是關於山的 攀石 就是山 他們經常上山 到了下半 還有虎山 他們要怎樣開球 好了 去到下一個地方 那個是叫做 其實好像不是窗譜 其實那個不是真正一個地方 好像是虛構出來的 在韓國是 那是一個地方寫有霧的 很濕的 還有它會沿海的 就去到海那邊 就開始有點逆轉 就是大家的生活 就是當他們兩個分開了之後 再重遇的時候 但是大家的感覺已經是逆轉了 就是會是 張海俊其實已經是接近 就是他回去找回他老婆 和他老婆生活 就是和他老婆會合 但是你見到張海俊 是完全是 已經是一個行屍走肉 這個人 他去到這個小鎮 無命案 只有些偷龜賊 然後他又很 很借 那他老婆也看穿了 說這裡無命案 只是一個靠命案 來生活的人 就是這樣說 查案是一個養份 對他來說 沒有案查 他的人就會 就會很傻 誰不知在這裡 重遇了宋瑞來 然後 誰不知又發生了 另一宗命案 又是宋瑞來 宋瑞來的 第二個老公 這個時候 張海俊已經不再相信宋瑞來 但是宋瑞來 其實原來一直都很愛這個男人 甚至為這個男人 是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這裡不說了 不說了 這個 我覺得他整個關係 就是前後兩節都很大分 不是很大分 就是做得好 他是一個步驟的 你會見到 他會是很分明地 兩個人的關係 逆轉 就是那個分野是很明顯 但是又拍得很好看 他又不是好像本能那種 就是警察愛上罪犯 然後大家就床頭搞定 就是那種直接的那種描述 他很多東西其實他好像寫得很隱悔的 就是好像 始觀還是正如在霧裡面 你自己去摸索 究竟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 就是他開頭 他鋪排是鋪得比較久一些的 但是去到後段呢 就是你發覺我原來他們那個 那種微妙的關係原來是這樣的時候 他寫的那種關係是點到即止的 但是 但是是有味道的 就是你看完之後你是會抽心的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來寫這個故事 就能夠得到這個康城評審的垂青 就拿到一個最佳導演獎了 因為你講這個故事呢 他又不是說是一些很 就是一些很有新意很爆的故事 他都沒有一些好像 原罪犯那樣扭轉的那種 情節出現的 但是你看完之後其實你是有餘魂的 其實我自己呢 看完《新手得決心》呢 我依然是沒有扭轉到對這個 我會說對他做刮目相看呢 是沒有的 我看完之後都覺得還是這樣 不過呢 我又不會抱著 我很討厭他上一部戲 所以這部戲我感覺不達 所以我更加討厭他 又不會 因為我看到他的訪問 他說他拍這部戲之前 跟我編劇去發展這個故事的時候 原來說他看了一部舊片 一部韓國的舊片叫做《無津》 他就拿了一部主題曲 放了下去分手的決心度 所以戲裡面他們經常聽那首 舊式的韓國寶寶 由女聲唱出的歌 叫做《無津》 就是在那部舊片裡拿出來 是一首很流行的舊歌 在韓國 然後他就說 放了一部介紹 他說我去看了一部 沒有了這部舊片 有些事情 你又不可以說我看了這部戲之後 分手得決心受影響 不過是有些關聯 我好奇之下 我真的去找了一部舊戲去看 其實說真的 這部舊戲其實 你不看沒有問題 是完全不影響 康宗憑自己本身的作品 但我想知道 究竟他因為看了這部戲 而會有些 得著了些什麼 其實那部《無津》 就好像是一部文藝片 但他其實 好像 怎麼說 他好像是一個 一個 簡單來說是一個 知識分子痛苦 痛苦的自白 很簡單 就是說那個人 他在一個很窮的窮鄉壁 出了醒 去了 漢城 現在叫做首爾 就叫做 有了事業 有了婚姻 但其實很痛苦 有些事情他控制不了 因為有些 發生了一些意外 他要回到自己的鄉下 要過一會兒 他回到自己的鄉下 見回以前的朋友 但是 在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那部戲 他的現實和過去 是不停互相交錯的 剪接出現的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主角 是不停在思考 過去和現在 就是我以前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過 我現在發生的問題 我現在有沒有解決過 就是他的人生 是不停的 很多這樣的問題 困擾著他 他發覺 留在自己的鄉下 他沒有辦法解決 是現實上的問題 而他鄉下的那些人 都是 一班好像 虛偽的人 經常說 我要離開這個窮鄉僻養 我要去大城市 揚名南盟 我要去發達 但是主角本身 是已經出去了 他就發覺 根本上 完全沒有解決過問題 你去了城市 也有你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這班人 會這麼天真的 最後他覺得 我預期繼續下去 我沒有辦法 我還是寧願回到城市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城市的生活 思想 我留在這個鄉下 我完全是沒有任何可以改變我自己的方法 那跟這班人 有什麼相似呢 就是 你會發覺 朴海逸當他監視著 湯圍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朴海逸 他是靈體出竅 他那個人 是會出現在湯圍的空間 還有 分手即決心 他剪接也是這樣的 都是現實 跟過去的交錯 剪在一起 我覺得 這個手法 是有些用回 武津這部戲的小小小 就是 破手中 會再探索新的東西出來 還有我想說 他引用 不是引用 即是 他起用湯圍 其實 很有趣的 我覺得他拍到湯圍的那種美 那種美 不是說很艷麗很漂亮 因為湯圍的漂亮是 他的氣質 那戲裡面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 那女主角 他其實 宋瑞來 其實他是 化妝不濃的 其實是很淡的 但是你會覺得湯圍真的 哇這個女人真的很漂亮 就是漂亮了 那個氣質 他有一種 很神秘的氣質 其實是 神秘感 因為他不是韓國人來的 你一去到韓國那些人 跟他拍在一起 就很明顯看到他有兩種分別 還有 他經常都說 說說說一下 突然間會拿起手提電話 Google 翻譯 即他自己講英文 那男主角是完全不知道他講什麼 是靠Google 翻譯 去聽回他的原意 這一種又好像另一種 更加令到他的人 好像有很多疑團 還有他有說的 他說他很有趣 宋瑞來 他說最初他講韓文 他經常都很強調 說我是中國人 所以我的韓文不好 但是其實 一開始 他問他 不是喔 其實你的韓文很棒 但原來去到之後 他發現他的韓文其實很好 這個女人是 所以他在市場 去到特朗普那裡 他撞到四個人 兩人撞到 撞到張海進的時候 和他太太的時候 他都是說 我是韓國人 我是中國人 所以他的韓文不好 但是他的韓文是很好 其實是 他是用一些很正宗的韓文去講 所以其實這個女人是很奇怪 其實他會令到 甚至他不致令到 張海進覺得這個女人 其實我摸不到這個女人 甚至連觀眾 我們看的時候 其實宋瑞來是什麼人 就是他 他總是覺得 他有一些陰謀 就是你覺得 這個女人不是簡單 一定有些東西 躲躲躲躲躲躲躲 其實 我覺得這個又是 加多了一重的懸疑感下去的 當然其實當年 看完整套戲的時候 好像 Thomas說的 真的很謹慎的 看完之後其實你會 一直牽著牽著 你會覺得 其實看完很痛的 當然不說了 但是他這個神秘感的 令到 令到這個角色 令到這個觀眾 令到這個觀眾 更加是會 這個懸疑很重 很神秘 很摸不透這個女人 除了這套戲劇情之外 你有沒有留意這套戲呢 那些美術呢 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是例如說 他用那些山海的那個景 就是他拍到很難講究的 例如說 湯圍的家裡 就是他試的長子 是山水的長子 還有他用那個顏色 你有沒有留意呢 就是跟湯圍有關的那些 屋那些東西 他全部都是用藍色和綠色 來代表的 就是如果看他來說 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藍還是綠的 綠色 其實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呢 究竟是山還是水呢 水其實你也可以是藍色 也也可以是綠色的 其實阿Thomas說開呢 你說他的長子呢 其實那個長子很有趣的 長子你可以說他是海 但你也可以說他是山 他套戲的色調呢 其實是差不多 我猜我猜 那一半呢 都是用了那隻 不知道藍還是綠色的 都是 是很明顯的 是 中間呢 零零細細細有幾場戲呢 他是特意出紅色的 是 你有沒有留意到呢 是 例如說 有一幕呢 就是講到 講到那個警察和他老婆 在那裡 切水果嘛 那隻 那隻 那隻不知什麼石榴 是很鮮艷的紅色 還有 還有韜希去到最後呢 另一場 另一場阿韜維 是 他穿了紅色衣服的 最後一幕他是穿紅色衣服的 是 你有沒有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想到 其實是很 你這樣說 他不是有一場 就是他被仇家打的 就是阿宋瑞來 整身紅色的 就是 跟他本身的人是不同的 其實是 就是本身他 不是這個風格來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他之前那個藍綠色 的形象可能是他自己 用心經營出來的 可能紅色才真正是他自己 那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 最後一幕他那件 都是一件 湖水藍的 大衣服來的 因為其實他幾 那很 怎麼說呢 你可以說 他 所有事情都很有設計 就是他好像 他嫁了另一個老公 你見不見他家裡很多假髮 但是他套了假髮的時候 他是另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他是 除了假髮之後 就算他帶著 張海進上山 說要幫他做 做那件事的時候 他一除了假髮 看著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 真的是宋瑞來 這個是真正的他 其實是 他每一次 一揭起這個假髮 你就會覺得 這個就是他 就算他對著仇家 也是的 就像仇家打到他瘋 他之後除了假髮 他就說 我忍你十分鐘 之後我不會 其實這個就是宋瑞來的 是真身來的 其實這個女人很狠 很狠 很狠 他不是狠毒 他是很狠 他做每一件事 做每一個決定都 很決斷 這個是幾 幾特別的設計來的 其實是 所以你才會有 最後那個決定 這個 他要做最好的決定 其實就是 跟他的性格 都是有關係的 還有他戲裡面 他不是有一句 那句對白 其實大家都會拿出來說 其實那句對白 他也是說得很好的 就是他會用中文 跟那個男生說 那個男生其實 不知道說什麼 然後他很多 很多 就是去到最後 就像Thomas說 初初為什麼會鋪到這麼長 你一去到最後那一幕 他講所有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重複 他之前其實已經鋪了一條線 或者之前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你會覺得 哎呀 好痛啊 這個愛情故事 這個愛情故事 是很悲痛的 還有我會明白 為什麼他會改回名字 記不記得 其實初初 這套戲的戲名 叫做報復式分手 我看 我想不明白 為什麼報復式分手法 是的 原來不配合 原來是 原來分手的決心 才是最配合 因為這個是真是 套戲最中心 就是中心那樣東西 中心點來的 為什麼分手的決心 你看到最後你就知道為什麼 那個決心 你是完全是 你是要很大 你才能夠做得到 但是我也都覺得 這件事就是很符合 就是學生屋那些病態的事情 其實學生屋 那些事情很奇怪 其實不是奇怪 是很病態的 其實就是 好像你說完JSA之後 其實JSA之後就是復仇 不是復仇 不是復仇 復仇 復仇很恐怖 其實看完之後 也是很極端的 那些人去到 那 我覺得分手的決心 雖然他沒有了那些 那些性慾 或者是那些什麼場面 就是那些暴力場面 其實那些暴力也不太暴力 但是他都是一些很病態的人 就是他都很病態 他病態就是 他們對愛情那種執著的病態 就是你記不記得 他中間有一個賊 他不是一直追著他嗎 你以為他是神經病 就是一些很 窮空激惡的人 不是的 其實是 都是 因為愛 因為很愛 很愛所以才會瘋狂 其實 戲裡面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都是瘋狂 因為 因為 其實 這個是 根本這個骨子裡 是一個愛情故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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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是 去到很 很極致 那些東西 我覺得很符合 破綻褲他的風格 這件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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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 穿太多 因為如果再講 我覺得會講很多 很多細節 其實很多細節 你慢慢回想起來 鋪好了 還有很有心思 其實那些位置 最後再講 如果撲讚玉 其實他上一套作品 就不是下女有罪 他知道 在2018年他拍過一套 電視劇 叫做 是一套 是一套 英美的電視劇 是講 七八十年代 歐洲的 一些 疊戰片 裡面是涉及一些 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襲擊 那些東西 而那套電視劇 只有六集 但評價都不錯 IMDV都有七十幾分 我自己有興趣 找回來看 是啊 真的不知道 其實 我只知道他會拍 那時候拍都 幫Apple iPhone 拍不少 即逢是他有新機出 他就會拍一套短片 即他會有時候 會拍一套短片出來 即是用手機去拍 即其實他都試很多東西的 其實你看到 那套女故秀 其實那個演員都出名的 Forence Poch 即你看迪士尼加 你都知道他做什麼 還有 那位 Alexander 那個 立演員 都是很出名的 所以 你有機會 大家可以找回 看看 找到 2018年的作品 已經是 那這個 這一集就 講到這裡 那今集就講了兩套 韓片 那下集應該 嗯 不知道講什麼 下集 不是 那姜濤 我怕人家說 我是閃稿 那些人 那些人 我們廣導戲好看 都說我是閃稿 你死啊 那好吧 那這個禮拜就差不多了 那下個禮拜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